日本乔生临终医 十多年前到新北市供疗保健站担任主任 帮助当地居民的诊疗服务 他不但加强医疗设备 每个礼拜还固定到偏乡 帮行动不便的老人家看诊 把居民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 即使每天这样台北供疗两地跑 舟车劳顿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老伯伯之前摔倒受伤 现在得靠轮椅代步 供疗保健站主任林中医 为他检查伤口 肿脏的腿看起来有些严重 但林中医不只注意病情 更关心老先生的生活状况 从起居沐浴到饮食用药 观察老先生生活的每个细节 在车上 林中医手上拿着听诊器 脑海挂念的是下一位病人的状况 并和随行的护理长沟通 到老人家家里除了看诊也和他们聊聊天 林中医亲切的问候带起头灯 拿着耳帕子为老人家掏耳朵 看起来没什么却很重要 因为耳朵干净了听得更清楚 还能顺便检查耳朵 预防其他疾病 看看老人家吃些什么 也是林中医的工作内容 林中医是日本侨生 在台湾念医学院 毕业后在台北市仁爱医院 担任消化外科总医师 及住院医师 和矿工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94年到共疗卫生所担任医师兼主任 直到现在 我们是属于24小时的救护站 他有时候溺币的啦 车祸的啦 医疗的啦 这什么他都要做 包括每一年的过年 农历年几乎都是林中医主任在执勤 我们看到他为共疗的这个医疗保健 做了很多的贡献 保健站增加牙科的这个门诊 让共疗的这些民众 看牙齿不需要老远跑到瑞芳 基隆 甚至伊朗 为了感谢林医生的照顾 当地居民三不五时 就会送上小礼物 不管是鲍鱼粥或是茶叶蛋 这样的人情味 让林中医舍不得离开 哪怕每天舟车劳顿 从台北到共疗 上百公里的往返 一点也不觉得累 反而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故乡 这里的人情味 让我黏住 离不了这个地方 那每一次每一次看到这老人家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家人跟阿嬷 那这慢慢的这种感觉 让我开始离不了这里 而且会开始关心这个地方的人 土地 甚至于这个每一个老人家的家属 走不了 除了和当地居民的一份情 更不想让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 学上加霜 福隆 共疗有一万三千名居民 光是老人就占了四分之一 还有双溪居民约两千人 加上核电厂工人和假日旅游的民众 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两万人 这边的偏乡医疗资源很缺乏 那以前的话还有公费生会过来 这边永远都是一个心血训练中心 关我一个人或是关我们这一群人 在这里做紧急医疗 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人来进来协助我们 但是往往有时候来的是一个命令 来了几个月就换了 永远都感觉到少了一个医生 每天上门看诊后复健的民众多到不计其数 林中医认为替老人家看病 重点在看人 多沟通 多了解 常常可以不要而喻 未来十年他更要落实居家访式照护 让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偏远乡镇 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医疗品质 民事新闻 陈宗翰 新北市采访报导